TVB劇集《法政先鋒4》公布七天跨平台總收視高達40點 這日劇組開記招 劇中主要演員包括陳偉、譚俊賢、黃浩妍、朱神麗都有出席 對於劇集收視這麼好成績 監製梅小青也很開心 不過這部是她榮優之作 不知道她之後會不會回來拍《法政5》呢? 其實我也很希望這個系列可以延續下去 有很多後戲之修 有很多跟我們拍《一、二、三》 跟我們拍了很多劇集出來的人 我也希望會延續下去 到時再看看吧 看看我這一陣子的申報是怎樣 因為其實做一個劇集 尤其是《法政一量》 要特別花很多時間 搜集資料 真的需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黃浩妍的兩個兒子 就說肯定有續集 她還說肯定有5 肯定有5 他們好像努力工作人員 好像我們高層一樣 至於陳偉和譚俊賢 就說想好怎樣報答粉絲的支持 我們想到黃浩妍會在網上 你們想吃什麼 我們就會煮給你們吃 雖然現在疫情關係 真的拿不到給你們吃 但我們都會盡量滿足大家的要求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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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